想像台湾守护台湾 今天四位来宾要带给大家的去绿色的疗愈 他们全部来自于农来绿疗去 第一位跟各位介绍的是陈玉珍跟王如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玉珍 然后儿子他会叫我小珍杰 也会叫我阿姨 然后我是一个全神会走透透跑全神 然后带来很多很喜欢年轻人很爱的美食 很多的友善的食物来分享给大家 我跟各位说明 其实这四位来宾本身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行业 然后这四位要么就是水果批发的老板娘 然后这位是专门做生态农场的大老板 然后第三位呢在台中古关自己经营了一个生态农场 然后这一位呢是两位东海大学教授的助教 这样应该没有介绍错对不对 那也就是因为大家志同道合 所以一起来推广所谓的农来绿疗去 那这两位是创始人 也可以这么说 那帮我们说说当时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事情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一个最基层的农业工作人员 那一生呢以这个有机农业跟友善农作的推广为置业 那因为有介于自己的能力可能不够 所以呢在108年我就跟一些共同理念的这些的支持者呢 创立了一个叫做台中市的农事人才训练发展协会 我可以说是这个协会的创会会长 那在这个协会的经营过程当中呢 就我们小珍姐她非常的支持 她非常的支持 她也是我们这个协会的理事 那因为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的经营 小珍姐她付出了非常大的心力 那我除了在有机农业的推广教育之外 就是自己有一个农场 所以我叫如玉也可以叫我绝儒 绝儒不是我的艺名 其实绝儒是一个有机农业推广者 她在致力于推广有机农业的一个实践的场域 而这一个教育农场呢 也是一个社会性农场 那这个社会性农场 她过去所致力的就在于 这些特殊需求者的一个生产 或者是教育这个部分 那这几年有鉴于疗愈 绿色疗愈这个部分的重要 所以呢就号召了我们这几位的同好 然后共同来为疗愈的这个区块来补足 我刚刚录影的过程当中 你们在布置嘛 我在播新闻 我就把这个一大盆的那个像这个是 梅迪香 这个是 蜜蜜白蜜香 白蜜香 白蜜香 蜜香一直闻 我又觉得真的那个referge都起来 这就是绿色的疗愈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很喜欢这个绿色 你看我的衣服也是绿的 衣服都是绿的 眼镜都是绿的 我今天也很配合 是啊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响应你的绿色疗愈的这个概念 那玉珍在中台湾也是很有名 大概这一期都是她的 哇什么水果啦蔬菜啦 那因为您经营这个水果批发蔬菜批发 还有包括鱼产批发很多年了 对 所以现在也响应这个如玉老师的想法 绝对要 开始做绿色疗愈 对 今天有什么很特别亮眼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在这个农史里面 我大概有38年了 那是38年 你说怎样才是她的亮眼呢 我简单我今天只能 带所有东西里面的一小幕而已 所以不能够把这个厂子撑开了 有啦 连摄影师这样扫一扫 这个西瓜 我们买都买不到 他们家很多 只有他们家能够 这叫什么西瓜 这个是我们家迷你小西瓜 今年最新的品种 一株一颗 一株一颗 也是在温室里面一株一颗 最新这个马卡龙是最新的品种 对 对 我们想买都买不到 他们家就是所有的集散地都在他们那个地方 记得要来找我 台中台中 想吃优质 水果就找小镇 就是找小镇 来来来看这个凤梨 看这个凤梨 这叫什么凤梨 这叫西瓜凤梨 好大颗的西瓜凤梨 还是最小颗而已 哈 更大的 哇 它的特色就是非常的大 对 因为这想应当现在的节令的关系 我们最早期一开始喜欢 大部分吃的都是那个金钻凤梨 对 那个节性的品种已经过去了 现在来到的就是叫西瓜凤梨 因为我们在像餐饮业餐厅 有些特殊的餐饮里面 他们是不能扫掉这个的 好像我们很多现在生机饮食 会夹到苹果凤梨 所以这个在我们手上一定会有 你看你刚刚讲这些水果就觉得有被疗愈了 我就觉得我有吃到那个味道 所以你们缓一缓 还有两位来宾还没有介绍 曾姐你帮我介绍第三位来宾好不好 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孟军老师 邱孟军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孟军老师讲一讲你自己为什么加入这个团队 还有你在做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在学校教书 跟先生 先生喜欢一片山野的地方 就是田园 那之前就是参加了一个KKF的农法 那因为这样的结识到农业里面来 那之后 其实我们在转型 从惯形到友善 这个中间的过程很坦克 所以也金朋友认识介绍 叫如意老师那边去上课 所以如意老师是我们的老师 就是非农药资财的老师 因为我们为了守护我们的大地 所以我们不喜欢用农药 然后喷除草剂这些东西 不做惯形农法 想走友善 对想守护我们这一片土地 那也因应之前KKF的创始人 因为他的那个疫情 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他要守护台湾这一块的土壤土地 所以呢 他自己自费来到台湾 然后帮助我们台湾 所有的农民去做这个KK农法 然后去守护我们的土壤 不要再酸化了 你是花果山农场的负责人 对 在台中的谷关 对 那个空气超好 对 然后你们一整片都是有机友善的水果 跟芳香 对不对 这一整区都是你的 这一整区都是你的 因为我们友善农业 我们有做柴果乐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消费者 跟他们做捷径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DIY 包括做果干做果酱 然后做酵素 让他们知道 除了我们的水果 还可以做很多的DIY 因为山太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种很多的香草 那我就想说 让观众可以 让每一个来访的消费者 能够接触到这些香草之类 也可以做保健自己 让他们认识自己 如何保健自己 没有柠檬果干好好吃 不苦不咸 微微的苦而已 所以友善的柠檬做出来的果干 可以这么好吃 对 而且非常有能量 有能量 对 就觉得它很舒服那种感觉 那你帮我介绍第四位来宾 好我们的第四位 我们来吃果干 谢谢 我们的黄婉珍 黄婉珍 黄婉珍 大家好 真的很棒 看镜头 看镜头 那我是如玉老师 在东海大学 有上农作课 跟农南绿寮区的课程的助教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东海里面 也有自己的农场 然后我平常就是 如果我们有带课程的话 我主要是负责食农教育的部分 对 然后其实我平常还会带 比较主要带的是 国小的小朋友 还有幼稚人的小朋友 做食农教育的体验 那像刚才孟娟老师 她有提到说她有做果酱 那像果酱的话 我也会教小朋友做果酱 然后我最自豪的就是 因为我是参略管理系毕业的 所以我就是会结合跟 就是我大学所学到的东西 来教小朋友就是 拉近产地与餐桌的距离 对 那像我最近很喜欢 带小朋友做就是香草岩 然后大家也会跟林说 就是我们要怎么做这个东西 那你就直接来啊 直接来啊 我马上来 姐姐香草岩说 好先来说 那第一个步骤 然后啊就是 这个香草先讲她的那个用途 就是 因为接下来过完那个7月 8月之后我们就是 应该中秋节大家会烤肉 所以啊就是这个东西烤肉的时候 她非常的好用 那我会先介绍说 就是她用了哪些的材料 那像第一个的话呢 是米蝶香 然后我会先介绍说 欸米蝶香她的 新鲜的跟干燥的味道不太一样 你要教大家如何做香草岩 对没有错 这个香草岩可能 烤肉的时候都很好用 或者做菜都很好用 对冰箱做菜也非常的好用 好 很赞超赞 我自己就平常就是 如果就是很简单 如果做水煮的话 就会来使用这个东西 那我今天带来的就是材料 是万用百搭的百搭款 那第一个呢是米蝶香 就是干燥米蝶香 所以我们要去买米蝶香的干燥 我们所有香草岩的材料 都一定要干燥的 不能用新鲜的 因为新鲜的它有那个 就是水分 用水分的放在 跟盐巴混在一起它就会解块 那第一个是米蝶香 然后接下来是百里香 然后第三个是小朋友超爱的那个 罗勒 然后接下来就是黑白胡椒 那我们就是会搭 就是各自自己喜欢的比例进去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研磨它 那研磨到就是细碎之后 它最后再加盐巴 那我刚才就是 刚才你没有注意到 就是你在磨的时候 你每磨一拳 它的味道就会改变一次 哦 为什么它会越磨越有味道跑出来 对它没有错 层次又不一样 对因为你第一下可能 因为它其实这个锅里面它有凹洞 所以你第一下磨 可能磨到米蝶香 那第二下就会磨到百里香 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透过 推广这个绿色疗域 对 透过这样的方式 跟一般的消费者做连结 对没有错 就是一直磨 然后一直吃 我就觉得 对那次他就叫我去那边玩 就很开心 我就不会觉得好像没事做这样 对对对 那我刚才没有提到说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平常就是 刚才提到说烤肉可以用 那像我平常如果煎鱼啊 或者是说煎鸡肉 牛肉 甚至是猪肉 都可以使用 那如果说最简单的就是烤蔬菜 或者是水煮蛋 它也可以撒上去 非常的简单 等于说我们不见得用很多的调味料 我用我的香草盐就可以了 对非常的百搭 好香喔 对是不是饿了 我自己都好饿喔 饿了饿了 的确是饿了 这个真的是很百搭的 你再给一下 我们换另外一位 来莫君老师来吧 接下来你要讲什么 我的香草糕 要很有疗愈喔 要很有疗愈 超疗愈的 好来请继续 好 这个香草糕 是我们今天本来也要泡艾草茶 那个艾草是 它是用第一道出炸的椰子油 冷压椰子油 然后萃取艾草 来闻一下艾草的味道 这个是不是端午节的时候 摆在门口的那个组合 对对对 这辈子有得大辈子 艾草其实很好用 它除了辟邪 驱蚊 我们还可以把它拿来 日常生活当中 拿来入菜 煎蛋 艾草可以入菜喔 对可以煎蛋 你说外草对不对 台语讲的外草 外草跟艾草不一样 魔草 魔草跟艾草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端午节摆在门口 就是这样的内容 只是这把比较大把 对 是 它可以驱蚊 然后你说它也可以 就是这个叶子 可以把它摘嫩叶来 煎蛋 煎蛋 对入菜 是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 像端午节拿来门口 我们主要还是可以 跟孩子们做教育 是不是苦苦的 对 而且还可以煮水喝 可以煮水喝 对 煮泡茶 是 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 口感 对 对 像我在上个礼拜 就带了一个社区 应用艾草这个作物 我的主题叫做 艾在食农 它要知道艾草 它是怎么种出来 在什么季节有 然后呢 怎么应用在我们的 食物的这个部分 所以食育跟农育都兼聚了 对 而且我觉得你们设计上 那个内容跟消费者沟通 让大家更了解 原来这些植物 对我们生活当中 有什么样的连结 是 这其实是你们的宗旨 这也是我们现在食农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我觉得你们很难得 因为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利润 没有赚什么钱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能够帮助这些需要的人达到疗愈的最大的目的 就要是我说我很累 我就开始来闻东闻西 然后一直抹它 没有错 因为它是我们台湾 现在台湾 因为我们端午节 清明擦 擦什么 擦柳 然后端午擦艾 擦艾草 对 那艾草它最主要也可以驱虫 那我做这一款艾草糕的话 它本身就是可以 我们在外面野外去郊游的时候 它也可以擦 就是被蚊虫咬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驱血 就是说我们的能量保护 它是有多功能的用法 我知道您在花果山的农场当中 有很多做了自己的这种偏芳香部分 对 这个是 喷雾 喷雾 其实它里面就是 也是用艾草的蒸柳醇露 我们就是做艾草的蒸柳醇露 然后喷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精油 然后它就可以当空间的喷雾 看得出来你们都很喜欢这种植物的味道 这是天然的 对 这是喷头还是喷脸 不一样 从我们的百慧蟹 百慧蟹 然后喷下来 喷两下就好了 不用喷太多 我想说老板娘可以 源源不断的提供 我就觉得感觉很赞 因为我们这一瓶 有理疗的气公司 来抓它的气 所以它的气是怎样 它的气是可以净又粗 所以很顺畅的 可以调身体的概念 对 然后这一瓶是另外 这是月桃 对月桃 来喷一下 它是现在非常夯的一个作物 它是我们台湾的 台湾的民俗植物 它是我们台湾的民俗植物 我觉得它很厉害 它又可以在那边弄艾草糕 又可以帮我们解释 因为这是每天吃饭的工作 对不对 还有什么继续继续 继续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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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们的 KKF的米 做制作的米酸奶 然后我们就月桃存入里面加米酸奶的乳霜 米酸 对 所以这是乳 保养品 对 但是我们都是 给来采果的消费者 他们一起做DIY 这个产品是没有在卖 是来做DIY的 对 其实就是让大家接触大自然之后 然后接触你们农场里面的一些作物 然后做一些不同 这个很特别 这天然的 它没有很油 它真的是米做的对不对 它的原料是米酸就对了 对 它是米下去发酵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那个感觉就是 你那个肉丸有没有 哈哈哈哈 你的肉丸 米酸 米酸 都是这个感觉 对 它比它稍微再浓稠一点 它是米酸去A出来的 然后里面都加了什么东西 加了精油 就月桃存入下去做 月桃存入 它里面就是月桃存入而已 再加上米酸奶而已 其他都没有 还有芦荟 还有芦荟 芦荟就是花的那个露水 对不对 不是 是月桃的 蒸馏出来的 要蒸馏出来 就刚才那一瓶 蒸馏出来的 所以其实你们自己本身都有蒸馏的工具 工厂都有 对 我们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的民众 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常见的这些的作物 不管是农艺作物还是园艺作物 它其实是只要我们用一点心思 它可以非常好发挥它原有的效用 不再是说我们过去习惯的 这个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就是办的活动 会拿来利用的洋葱 洋葱 洋葱我们一般都只 就把它拿来吃烹调而已 对 烹调但是它的最外表的那个皮 剥掉那个皮 剥掉那个皮 一般都丢掉 对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食色的来源 就是植物色 植物色者 所以我们会把它就是透过课程的编排 让他们除了吃这些洋葱之外 把过去都丢弃的这些洋葱皮 把它煮水 煮出它的颜色之后 来染蛋啊 染我们的食物啊 米饭啊 这一条就是洋葱染 它是用洋葱那些剥掉那些皮 去染蛋 对 味道应该就不一样喔 有 其实差一点点 会有差一点点 因为那是个人的那个感觉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 其实你们透过 味道没有 透过有点废弃 不要叫废弃就是不要浪费 然后让它在蛋的上面有点不一样的展示 是 因为我们一般吃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在教这个课程的时候 让不管是小孩子 原本他不太喜欢吃洋葱的 我们会用那个一般冠性的洋葱 跟有机的洋葱 来让他们品尝 然后他们会很喜欢有机洋葱 他知道说冠性的洋葱跟有机洋葱 但味道差在哪里 是 我们怎么去测呢 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 这个是冠性还是有机的 等到他吃完之后 由他们自己来发表他喜欢哪一个 我的印象当中我吃过 友善的洋葱比较小颗 几乎都比较小颗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嗆 它是很浓郁 是浓郁 不是嗆 对不对 而且我发现 友善的洋葱 比一般冠性的洋葱 可以放得更久 是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前几集有法县农场的老板 有拿给我吃 真的好好吃 可以放好久 而且屡事不爽 就像刚刚曾杰讲的 每次的洋葱的课程 就是透过盲选的 这样子的一个编排 就是有机洋葱 跟我们的冠性的洋葱 让参与的来宾 他先去品尝 结果每一次大家可以公认的最好吃的 还是就是在有机洋葱 对友善的做法处的内容 对 你们今天带来的东西很多 我觉得我怕会讲不完 还有没有别的 赶快请开始 加这个本身刚刚讲到蒸柳 蒸柳 对像这一个是叫做 台湾的土肉粿 尤其是孟君姐姐家的 跟外边的完全不相同 土肉粿是吗 对 土肉粿的那个 可以打开 打开 就从这边 可以一点点 土肉粿的叶子 对这是新鲜的 刚刚我已经吃了好几片 那个土肉粿的叶子 是想分辣辣的 所以我们现在喝 喝一点点 先喝一点 再多一点 它完全没有酒精 然后完全没有酒精 这是没有酒精的 对 我可以喝喔 是可以喝的 这是我的福气 这是我们园区蒸柳的 这个本身有含金油 我跟你讲 很特别 好甜喔 它的油是层带底下的 一般我们油是浮在上面的 肉粿纯入的油 是 你们喜欢吃肉粿卷的朋友 你要试看这个肉粿 这叫什么 肉粿纯入 肉粿纯入 它的甜 就是一般肉粿叶的甜度 然后还有那个发色的味道 在喉咙里面 一直不断的发酵 是 味道好像好甜喔 这不是加糖的甜喔 不是 不是 它本身的甜 非常养生的 而且我在加孩子 还用这个咖啡 咖啡 里面滴个两滴 咖啡 那个土肉粿 纯入 其实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 肉粿除了我们现在在喝的 肉粿纯入之外 因为肉粿它还会有精油 那我们现在全球都在推有机有散 有机的农业跟友善耕作 那我们用的这些防虫防病的制裁 其实肉粿这个作物它提炼出来的 肉粿精油 就用在作物的病虫害的管理 这个部分是非常好的 而且肉粿的味道它很强烈 那个几滴就整个房间都是 是 然后台湾土肉粿多了这个甜度 是很厉害 因为有很多国外的肉粿 没有这个甜度 跟没有这个土味 它有一个土味 一定要想要土肉粿这个品种 台湾土肉粿是公认全球最好的肉粿品种 你看公共一个土肉粿每个就可以接化 超厉害 你们这一群 一定要滴个两滴 完全是不同的风味 它是占全球 因为全球里面它的肉粿全是台湾 占的最高95%以上 滴了两滴之后 那杯土肉粿咖啡多100块 刚才有提到肉粿 它其实可以加在这个里面 这个 这个 对 更洛神叉 会更棒 这个是晚真配的 泡的洛神花叉 就在这里面 好 不好意思 都是我在喝耶 不会不会 就让你 我给你瞄天我就不辛苦的 我就很开心 你有看过白色的洛神吗 白色的洛神 没有 有啊 有白色的洛神 甚至还有就是红白相间的也有 洛神的品种 刚刚里面已经有先加了这个新鲜的 一起 对 所以我不用再加这个 可以试试看淡一点的 再加一点 先喝一口原味的 它是精华 它是精华 它的甜度 跟甘蔗一样甜 是 应该说比甘蔗甜 更清甜 对 它的甜甜度有到 可是它是走清甜的路线 另外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香气 对 哇好厉害 我终于喝到原来土肉粿的那个 那个纯露 还可以这样喝 但是因为它调得很好 所以并不是说 纯露很纯会烧喉咙 不会对不对 不会 而且比较特别是肉粿这个作物 我们要提炼肉粿纯露 它不是全年都可以提炼 它只在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3月这段期间 它的叶片才能够拿来提炼这个纯露 如果我们在这个季节以外 可能就会产生了一些脏素的味道 又不一样 所以特别要提醒一下 你们研究好多年 我完全也是对的 这一杯酸酸的洛神 加了甜甜的土肉粿 味道完全不一样 对 会平均它的酸度 像如果说 像我怕酸的话 我就会加一点肉粿 对 它像手摇引的味道 对 没有错 它已经变成手摇引的味道 它还是健康的 而且它没有加任何的糖在里面 对没有错 它是真正手摇引的味道出现的 对 好香喔 我们真的在走这一末 很重要的是 让我们的接触的 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的人 他们都可以感受到说 完全我们从来自于天然 来自于天然 而且现在讲究的就是健康 能够接触真正的粮食 继续继续继续 再来